-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 讓年財富free free free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可可 - 我主持人則則國中 - 哇哇哇這什麼意思 - 必休可 因為今天這個節目很重要啊 - 要破解了 - 有人好多人這樣說台股本益比太高 - 不能買啦 - 我們要破解 - 打破它 - 打破它 - 打破它 - Mr. Cole - 就這樣整理嗎 - 欸你這樣之前不在蕊了 - 你到底會唱歌 - 這我也會 - 打破它 - 底下一定有人留言說 - 我的音樂怎麼會這樣 - 看我想去學唱歌 - 好你去學一下唱歌好了好不好 - 先學財經知識 - 因為學財經知識後賺到錢 - 才有本錢去學唱歌 - 因為唱歌也要繳學費好不好 - 破解本益比迷思 - 本益比迷思 - 我們要請教三位 - 最懂本益比專家 - 也是最帥的分析師 - 第一位 - 之後一半帥的 - 林漢偉分析師 - 因為戴口罩啦 - 只剩下一半而已啦 - 所以那我們講說 - 其實就像本益比一樣 - 你股價是不是要腰斬一半 - 你才能買 - 其實我覺得完全不是啦 - 股價太高不能買 - 房價太高不能買 - 本益比太高不能買 - 今天誰要打破這個迷思喔 - 打破它 - 打破它 - 好不好 - 第二位 - 也是我們很憨的分析師 - 來 - 楊玉華分析師 - 你好 - 主持人好 -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 那本益比喔 - 說實在台股當中 - 本益比有分高跟低 - 像有一些科技股 - 本益比大家要給比較高 - 那有一些真的會比較低 - 那到底高好還是低好 - 那我們今天就請 - 陳燕老師來幫我們分享一下 - 第三位 - 今天的主獎者 - 是的 - 也是COCO最怕的人 - 對喔 - 誰說本益比太高不能買 - 叫他出來跟我 - 欸不要啦 - 那個 - 據說這一位也是很大咖的 - 我們沒有針對誰喔 - 我們沒有針對誰 - 是玩有問的 - 只是討論討論 - 不要對號入座 - 不要對號入座好不好 - 因為有人說現在本益比太高了嘛 - 市場先生不知道是誰嘛 - 不是 就是有人這樣說 - 現在蠻多人說 - 因為台股現在本益比去年高 - 所以我現在不能買了 - 這個一聽 - 按照今天陳燕老師一講 - 就知道誰對誰錯了 - 真理才是永遠是對的 - 真相只有一個 - 真相只有一個 - 好不好 - 老師你好 - 打破他 - 打破他 - 真相只有一個 - 情人可以有好幾個 - 好白喔 - 欸對不起我這樣講這個梗你沒事 - 真相 - 欸對啊 - 這來賓這要講梗的時候 - 你撩什麼鞋子啊 - 真相只有一個 - 情人可以有好幾個 - 就像鞋子一樣 - 有好幾個 - 這樣就好了 - 對漂亮 - 而且要保持乾淨 - 蠻乾淨的 - 來來來來來 - 喂 - 嘿 - 你說怎麼樣 - 嘿 - 幾點 - 好啦 - 我就算了農料 - 很吵就吵 - 趕快去錄影 - 這個怎麼會臭咧 - 欸怎麼會咧 - 是不是 - 這個梗 - 不要再用了 - 因為太老舊了 - 他是coco - 你是臭臭 - 臭臭 - 趕快來看 - 趕快進入正題 - 不要浪費時間 - 好不好 - 大家都想要學習嘛 - 是 - 重點是什麼 - 到底本益比 - 我們先理解 - 要講本益比 - 迷失之間 - 我們先講一下本益比怎麼算 - 怎樣本益比 - 其實很簡單啊 - 用現在的股價 - 去處理已經公告的EPS - 成本處理那個收益 - 盡益啦 - 就是股價處理EPS - 就是當然啦 - 好不好 - 但當然 - 本益比 - 主要我們來衡量 - 你股價到底過來便宜嗎 - 因為你賺多少錢 - 我要付多少錢 - 來持有這家公司的股票 - 是 - 對不對 - 所以一般來講 - 大家就會評估說 - 欸 - 如果本益比高 - 欸那是不是 - 你要 - 公司要賺一塊 - 我要投資更多的錢 - 不合理嗎 - 每賺一元 - 因為是處理EPS - 我每賺一元 - 我要投入多少成本 - 對 - 如果本益比一倍 - 就是我投 - 我投一塊 - 公司賺一塊 - 對 - 那就很划算 - 很划算嗎 - 大概是這個邏輯 - 可或或或三球本益比 - 有些聽說快一兩倍了 - 但我們要談的 - 迷思在哪裡 - 當然你說 EPS是公司獲利的能力 - 股價是代表對他的期許 - 對不對 - 好 - 那很多人就說 - 欸 - 高本益比 - 譬如說大約20倍 - 這個太高了 - 太貴了 - 可是有些IP吸制裁啊 - 100倍啊 - 對 - 20倍反而便宜 - 會長到100倍 - 再長5倍了 - 更要是你 - 你不要一直把我要講的東西講 - 講完好 - 好 - 阿你不是敢錄影 - 喔不是 - 好 - 你講的不是啊 - 開玩笑 - 你講的是對的 - 對不對 - 這是其中一個 - 那有人又說低本益比可以買 - 可是又很奇怪 - 可是低本益比 - 股價跌是不是代表他有問題 - 那有問題 - 阿所以本益比低了 - 阿你又說可以買 - 阿到底怎麼樣是對的 - 可是本益比又太低 - 一直下滑又不太好啊 - 就是 - 所以我要講 - 你看一下貨櫃三球 - 你本來從本益比幾倍變幾倍 - 好 -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 8倍 5倍 6倍 - 不要有高低的迷思 - 我們先來舉例好了 - 我們往下看 - 因為他幾乎要把我要講的都講完了 - 雖然我們 - 我們敢通告 - 我們也有職業道德 - 對不對 - 你有嗎 - 基本上是沒有啦 - 但是呢 - 我們還是要 - 業界第一個在節目上敢脫鞋子的 - 欸 - 脫衣服了就只有你啊 - 還要脫嗎 - 還要脫 - 來我們來看一下齁 - 台積電 - 確實台積電當時本益比在10倍的時候 - 我們大家都講 - 它是一個好股票 - 欸真的10倍你們怎麼不買啊 - 欸可是很奇怪喔 - 不是說要買低本益比嗎 - 那10倍的本益比 - 大家又不敢買 - 那時候大家說台積電要昏錢啦 - 快笑死了啦 - 欸你知道這一波這樣漲了快50% - 很驚人 - 就是50%啦 - 很驚人啦 - 很驚人啦 - 非常的驚人 - 好 - 那 - 那 - 迷思是什麼 - 那這樣聽起來是低本益比是對的 - 是 - 好 - 可是我們再看下一個 - 那3.8倍本益比怎麼樣 - 差不多50%啦 - 欸老師 - 3.8倍本益比比10倍更低欸 - 是啊 - 那要不要買 - 3.8啦 - 要不要買 - 不能買 - 而且最慘的是要把人從6倍7倍 - 然後5倍4倍3倍 - 本益比你看喔 - 7倍本益比還可以腰斬喔 - 低本益比去買 - 欸這個很可怕欸 - 到底怎麼樣 - 本益比跟這不要看好了啦 - 好 - 但不行 - 我們繼續喔 - 我就說 - 我要談的東西喔 - 其實真正本益比的高低 - 你必須去思考景氣的問題 - 為什麼 - 景氣的趨勢往上還是往下 - 才是重點 - 為什麼 - 再配合本益比 - 不好意思 - 你那大屁股擋到了 - 就是說 - 我們一般在講 - 計算本益比 - 你看 - 笑著花枝亂戰欸 - 對啊 - 我大家送那個花枝 - 好不好 - 然後放在前面給他抖抖抖 - 這叫花枝亂戰 - 對對對 - 基本上本益比的計算方式就是 - 股價除以美股益 - 小路亂戰了 - 送個小路給你 - 這個 - 這個梗再下去就冷掉了 - 我們要 - 劍好就收 - 劍不好更要收 - 好不好 - 那 - 我們在算本益比的時候 - 不是用股價除以美股益嗎 - 是 -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 實際上益比不會像我們 - 舉的例子一樣永遠都不動 - 對啊 - 它其實益比是會變化的 - 是 - 如果真的益餘都不動 - 那低本益比買 - 高本益比賣 - 啊不是很簡單嗎 - 是 喔 - 可是 - 現實沒有這麼美好 - 沒有這樣的啊 - 而且本益比要個好玩地方喔 - 100塊我給他20倍本益比 - 10塊我也可以說通啊 - 給他兩倍本益比啊 - 可是現實的重點不是 - 益餘會變 - 益餘會變 - 要不然就太簡單 - 兩倍本益比買進爆到100塊 - 不是什麼低本益比 - 高本益比要爆買的問題 - 重點是他益餘會變 - 益餘會變 - 好我們來看一下 - 搭配景氣齁 - 所以 - 放大放大 - 好 - 所以基本上你在景氣好的時候 - 其實比較容易看到高本益比 - 是 - 為什麼 - 因為公司的未來是會成長 - 可是我們在算本益比的時候 - 我們用的是過去的獲利 - 對不對 - 已經公告的數據 - 所以我把 - 其實我高本益比是把 - 未來的EPA算進去了 - 對 - 我已經把他未來的期許放進來了 - 你可能覺得好像30倍本益比很高 - 其實我是把 - 放進來 - 我把放進去的話可能是10倍本益比 - 但是放進來要放多少一點點就好 - 這是一首歌啊 - 一點點就好 - 放進來一點點就好 - 不是我可以考一句我好不用講的一句話 - 是 - 也許冷笑話低潔笑話 - 見好就說可以嗎 - 真的真的真的 - 像剛才那個 - 那個笑話是非常好的 - 所以我們再把它延續一下效果會更好 - 好 - 那衰退期或蕭條 - 你的最愛Coco - 蛤 怎麼了 - 那個 - 害我嚇一跳 - 怎麼了 - 他說你的真愛害害我愣住了 - 清潔你翻牌啦 - 所以你是要討論放進去這件事 - 不是啦 我要討論 - 除了本益比 - 除了本益比之外 - 還有某什麼其他指標可以配 - 你講的其實很好 - 就是說 - 他還沒講完話你就對了 - 對呀 - 但是說除了本益比之外 - 還有什麼啊 - 還有什麼指標 - 因為一般人就會問這個問題而已 - 還能有什麼更好的問題嗎 - 他說我是一般人 - 就這樣而已啊 - 好 - 重點是什麼 - 你還不能講一般人的 - 他生氣的 - 那你是什麼人 - 在生人 - 還是生化人 - 網路上要說我是你的人 - 喔喔喔喔唷 - 欸 - 他還主動欸 - 完了 - 一山還有一山高 -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 他比你會撩欸 - 我跟你講 - 陳彥你就是怕人家撩他 - 對對對對 - 他講不出話來了 - 欸那撩你撩回去啊 - 我就一直跟你講說 - 這件事不要這麼早公開 - 好 - 公開以後 - 我以後就吃不開了 - 哈哈哈 - 因為他要跟很多人交代 - 對 - 他最討厭過的是情人節 - 他情人節那天一定會上班 - 上到12點 一定要上班 因為全部人打給他 而且要生氣 而且要生氣說 我最討厭商務行為了 對對對 你懂我意思嗎 我想到2月14情人節 他節目上也是這麼說 對 他前一天都會加班 他生氣到現在 生氣到現在 我就跟你講說回去 好欸老師 你不是敢通告嗎 所以還有什麼指標 好加你的事回家再說 好 重點是什麼 其實我剛才講嘛 不管你看成長 看衰退 是不是都是用過去的數字 對啊本益比他什麼指標 可是 可是 我們要看未來 所以我們應該現在 最棒的指標 最棒的指標我講 PEG 本益比之外 你只要把 PEG什麼 你在幹嘛講一下 那個PE就是本益比的PE嘛 那個G 就是GG就是成長 成長 把成長放進來 其實對本益比的比我更好 那成長怎麼算 譬如說我可以去 目前有兩種做法 一種是算EPS的成長率 一種是算營收的成長率 假設我敢一點 我就算營收的成長率 假設我不敢 那多少是好的 簡單講你剛才講本益比20 高還是貴 越高 高跟貴是一樣 略高 略高 30 30呢 30呢 很高 很高 那如果我的成長力到 我的營收 成長力到 我講獲利好了 5倍就還好 不要不要我講獲利成長 成長 每一季的獲利成長 百分之40呢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我的獲利其實超過你 大概多少數字 就兩個相處 小於1 其實 本益比就不貴 小於1 就是把本益比那個20 去除以成長率的40 是不是小於1 %也要算掉了 對%先不要管 記起來 PG 我們快點 這個問題 那當然因為這個有機會 很難啦 PG要常常講 好不好 繁榮期 還要再一期 下次要再一期 銷股 銷條期 對 付出期這很重要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 好 所以要注意這件事 對 那因為景氣循環股在 景氣 這個你看喔 供給很低 需求很高 售價提高 你覺得他的 整個 這個 獲利數字會變得很漂亮 對不對 可是其實股價可能反而沒有 增加了這麼多 所以景氣循環股有趣的地方在哪裡 在景氣高的時候 獲利很好 算起來本益比 然後他 算起來本益比是低的 你看AB5仔版 一擴產 面板一擴產 去年說擴產 好 那另外一個在景氣 谷底的時候 擴產以後我的量很大 景氣谷底不然擴產 景氣谷底 在裁員的時候 景氣好的時候我 擴產 就景氣谷底的時候我前面擴產 帶來的量是不是很大 那虧更多 虧更多 還要認 那個資本的支出 對 所以那個時候我的獲利其實不好 可是 我股價很好 本益比又高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 股價那時候不好啦 股價不好啊 可是我的獲利更差 對 可能怎麼0.01啊 可能0.01 10塊錢 10塊錢0.01 除以0.01 100 是100對嗎 不只喔 1000 對那還得了 對啊 所以其實 這種景氣循環 特別明顯的股票 反而 你看什麼 紡織啦 鋼鐵這些 面板 你用什麼 低本益比買進 你剛剛買在高點 反而那個高本益比的時候要不要買 在0.01元的時候 對 EPS0.01元的時候 1000被本益比把它買 你看現在面板不就這樣子嗎 老師我看到面板 我看到面板 我動不了 對啊 2409面板 最近虧100億耶 各種第四季 各種長上去 好 所以 基本上 就 剛才講的迷思 其實光從 面板就夠了 這個角度 就可以打 面板你看虧最多 啊去年給你擴產 現在都跟你不敢講擴產兩個字了 你現在只要講 而且外資一直狂買 你要講盤益比 在這裡 切一下 真的外資常買嗎 切一下 切一下 我沒常看 有沒有 沒有常看外資這個部分 有沒有 看的股票太多 而且我跟你講外資 不只買友達 還買群創 還買彩晶 還買彩晶 一起買 就是面板都買 你看這個 蠻詭異的 真的是蠻詭異的 老師 漢文老師感覺你想講 因為面板其實我覺得最近傳出來一個消息 就是說整個一個減產到2月中之後 我們看到 大尺寸面板 大尺寸面板其實報價已經開始在上漲了 所以 原本大家覺得是無稽之潭 我覺得慢慢開始轉為有稽之潭 這是我們要講的 有時候你覺得無稽之潭 你覺得本益比太高了 我告訴你其實暗藏的是有稽之潭 對 只是你看的數據是舊的 對 好 這破梗了 我們回到我們 這個 然後常見的景氣 循環谷 我們還是給他放大 對 就特別注意這幾個啦 這幾個 鋼鐵 鋼鐵 紡織 化工 韓運面板 記憶體消費電子 記憶體消費電子 其實都跟景氣有關 所以你要反著做 行情不好的時候就要買 好不好 就本益比低的時候 虧很慘的時候 財源的時候 就買了 沒錯 所以現在大家很多在擔心財源這件事 我覺得不用擔心 財源滾滾 財源是最後 就會財源滾滾的 好 最後一個手段 那你看長龍 你看當時 本益比 多少 625 欸 長龍 陽明那時候股東啊 625 增資啊 對 沒有人要認啦 沒人敢 沒人敢 陽明要認也沒有人敢 625倍啦 那 最低的時候8塊9 那你看現在 後來股價衝到200多塊的時候 本益比4.6倍 你知道好便宜喔 我真的 我可不可以我講一句話好不好 就是 之前媒體一個 聲量蠻大的一個 算是蠻有份量的財經人 謝謝先生 你為什麼要講誰 你這樣子好嗎 我後面就不好意思講了 哈哈哈哈 對不對 繼續講吧 我沒有猜對吧 某一個財經大咖啦 他當時一直說什麼 本益比很低可以買 其實我是覺得蠻奇怪 按我給你講個八卦 最近他看 看衰他的 最近看衰韓運的 那是代表他可以買的 蠻有趣的 蠻有趣的 你現在一下得罪很多人要幹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我只是講財經大咖 他 他 他跳出來他是大咖 我這樣算得罪嗎 對 他是大咖 我在講他是大咖 是不是 這你還說我得罪你 沒有 好啦 那我們繼續往下 像 台劇算不算是 景氣循環 也算啦 因為 你這種塑化的部分 其實一樣說 當時本益比20幾倍 好那你看現在 本益比多少 不到10倍 最高點不到10倍啦 那現在 結果反最高點啦 好像不對吧 對啊 所以 好 那再舉 本益比好像聽 越低好像越划算 結果不是 對 那你剛才講的有答罪有趣 在 2013年 12月低點 8.43 本益比多少 20幾倍 貴吧 應該算貴啦 就從本益比的角度 到了19塊多的時候 8.8倍你覺得便宜啊 漂亮喔 買進 這個其實就表示你完全沒有把 產業趨勢的思維 放進來 這些景氣循環股 就是越爛越要買 甚至於現在是本益比 之前最低是本益比20幾倍 我告訴你現在本益比算不出來 因為是負的 EPS 負的不能算 負的不能算 是虧錢的 你看更要買 但是同樣的嘛 就兩個問題嘛 那如果 是這樣為什麼 這些面板大廠的 大股東要買 外資 很笨 他不懂得計算本益比 因為他就是反的看 本益比越高越要買 感覺越貴越要買 老師老師 好 可以不要這樣子嗎 不用這樣子 Coco本來對你 對你是那個 你不知道他就喜歡我這個掉掉 真的嗎 就是平常我鬥他開心 你懂我意思嗎 Coco 他跟我講話說 你可以反駁一下 你不要每次都講反話 然後我就說 你是說這樣子講話嗎 Coco 幫我打他屁股 我打他屁股 你看我才不要 我們已經進展到 打屁股了 Coco 我幫你打他屁股 都說愛上我怎麼辦 我沒有進入你們兩個的戰爭 我好不容易找一個踢屎鬼 Coco你就跟他走 我是踢屎鬼 我的人你怎麼可以這樣侮辱他 還有誰可以把他帶走 所以我們現在來爭論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有可能問題啦 先看下一張圖啦 台股現在本益比是不是太高 就爭論嘛 我們放大 往右移一點 看我再往右移 不行嗎 好 台股本益比 你看喔 現在很多台股本益比 哇拉高了 這24倍嘛 製作人是不是24倍 有那麼高嗎 不是 現在在這在這在這 這個是大盤的圖 對不起啊 對對對 13.7倍你看 去年你們知道 最低的要接近10倍嘛 對不對 沒錯沒錯 那現在13.97 你看起來台股 漲那麼多了 已經跟去年的本益比 差不多了 快三成 齁 整個快三成本益比 那有人說台股現在的本益比 過高 有很多大咖戰獎 所以我不能買台股 這個想法到底對還錯 舉圈或差 借一下 對啊 直接嘛 錢或差 你說 你剛才問題是什麼 這個 你需要重複嗎 都不知道問題 舉圈差 這個他現在說台股有很多大咖戰說台股現在本益比 過高跟去年比差不多了 所以不能買 你說能不能買 對 可以買就舉圈 他的講法算 對 可以買舉圈 對或錯就好了 到底是可以買舉圈 對或錯 錯 為什麼 基本上 我們先從 圖來看 之前本益比高的時候 20幾倍 那現在本益比10幾倍 不是本益比的 本益比本身 到底是絕對的概念還是相對的概念 啊 是相對的 我不知道 我懂這意思了 他說你10倍現在變13倍多 漲很多了 所以本益比高 還是 我不知道他的高的 他的高是跟這邊比啦 對 還是說 其實你跟這邊比的話就很低啦 對 老師你剛才講到一個東西 因為沒時間我幫你講了 是 因為2009年也是無機之堂 等一下我通告費給他 對 不是因為 因為你要等下去別的電視台 2009老師本益比多少 嚇死了 那時候很誇張啦 但是我的意思說 我們以這幾年來看 125倍啦 對那時候 台股喔台股喔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連台積電都要虧錢啦 都要虧錢啦 金融海嘯嘛 那如果照這個時候 你敢不敢買台股 不敢買 結果說4000點轉到8000 很漂亮 4000點轉到8000 一堆IC設計 攢10倍啦 對 所以我用一個比較正常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用相對 其實台股本益比還是偏低 那你用絕對 其實就低檔上來也才一小段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還好 拿2009年就知道了 那時候本益比多高啊 你看因為公司一堆虧錢嘛 鴻海說景氣壞三倍 你看這邊對右邊去 現在其實很多公司 公司你說 125倍本益比 庫存啊 財源啊 其實也是蠻多負面的效果 是啊所以你就不能說我現在本益比高啊 跟以前比哪算高啊 所以這個很多大咖說法 現在本益比太高 不能買台股 完全大錯特錯 所以如果你要站出來跟我們挑戰 你要先證明你是大咖 因為我們講是說很多大咖 對對對 那你說你說我怎樣 那你要證明你是大咖 所以我們如果不認同你是大咖 我們是沒辦法繼續討論 對對對 這個要先講 然後這個大咖以後你要覺得你的論點是對的 我認為他 他論點是錯的 這個要先確定 台股或友達就知道 你不能因為說台股現在找上去的人覺得本益比高了 這個邏輯怪怪的 好不好 沒錯 反而是無基地產 反而是有機會的 無基地產就沒有基本面嘛 哈魯老師感覺你想講一下 簡單補述一下 你想吧 簡單舉個例子啊 比方說特斯拉100塊跟特斯拉200塊 到底哪個本益比比較高 但是100塊的特斯拉本益比便宜 但是你發現到200塊特斯拉還會漲嗎 所以 代表市場情緒因為給你多少本益比 所以 如果說現在市場情緒氛圍是 看多的 你說13.5倍 20.5倍我覺得都還是可以進場 好 重點是未來趨勢 未來對景氣的想像空間 余華老師你怎麼看本益比 你還要參考別的指標嗎 還是你覺得今天講的怎麼樣 老師 我覺得今天 最重要的話我覺得本益比是要看產業 像剛剛說景氣循環股看起來 本益比越高越敢買 可是如果是一些比較正常的 例如說可能台積電大概他要去參考說 歷史的本益比大概合理區間 就跟大盤一樣合理區間在什麼地方 所以我們覺得本益比還是要用對地方 不能說你只看一個本益比 然後每個產業用 都看同樣的東西 老師他講的重點呢 其實他有一個本益比的區間合流圖 大部分在本益比多少 因為台積電通常在10倍本益比 就是美女美不美是看放在哪裡 是看在哪裡嘛對不對 如果到非洲大家都漂亮 像Coco在這邊就很漂亮 因為這邊沒有女生 因為這邊沒有女生 唯一的美女 是不是啊 可是如果跟一群美女比的話 就很兵費忽略 好像也 他衝上來了 他就給你了 我覺得我要終止這個話題 終止這個話題好不好 漂亮啦 沒有漂亮怎麼當主持人是不是 誰說台積現在本益比太高 不能買誰呢 破解本益迷思 有沒有學到 有 你當主持人辛苦 我常常被他調改 那吃你豆腐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來 表情 不知道該說什麼 所以要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旋轉鈴鐺 按什麼 按全部喔 要接收全部 然後留言喔 記得按留言 或是按讚一下 按加一 可以有時候覺得Coco 很可愛 那陳彥很可愛 也可以好不好 陳彥很好色 都可以 歡迎留言 每週一到週晚 晚間8點3線 一上五解盤影片 二字教學影片 最後還是Coco 謝光林 瘋狂股市 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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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車車救救我 救救我 你快這麼激動不要激動 我不是你uncle 我不是你舅舅啦 怎麼救救你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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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頂機頂 你舅舅 你賣什麼 因為 排骨圈不行了 要靠千斤來頂啦 所以我合計 要千斤頂啦 千斤頂 我 你想到幾天 你再問 八點好不好 想要改掉 這壞毛病 啊 好 我不是連歇的 連他去吃啊怎麼辦 啊 掉了 都不吃欸 我應該就兩個醜飯 喔 是不是有過了 是不是有過了 我真的有過 啊 呦 所以我猜了 穿這什麼褲子 完全假的 燒在地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別財富FreeFreeFree 最後還是不好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別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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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